我们请出下一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小王二十五岁 来自内蒙古代业 女嘉宾小孩二十三岁 来自辽宁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大家到我们节目 太客气了 来这儿不用带礼物的 是给我们的吗 这个是带给我女朋友来的 因为之前有次我俩逛街的时候 我感觉她看着挺喜欢的 然后我要给她买 然后她就很懂事的 然后没有药 然后这次都给她带来了 你现在拿过来有什么用啊 咋了 这熊还有故事啊 怎么了 你说说 我俩认识是在大学认识的 我是她的学长 就是我大四的时候 她大二 然后我们开始交往了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之后 然后她就觉得异地了 然后坚持不住了 然后大概了 有异地了将近了一年的时间吧 然后她就一直在意这个理由 跟我就是找事啊 吵架这些什么的 然后想来 所以今天是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咋了 姑娘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还行 之后就异地了 就开始每天吧 就是找不到她人 就比如我跟她说句话 就是这一天也不回 然后等到晚上就可能回了你啊 我睡觉了 就没了 也不像别的情侣啊 每天视频啊 童话什么的 那每天都这样 我怎么有安全感啊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 她不理解我的地方了 因为她还在学校 然后我已经毕业工作了 她会找我 有时候会看不到 然后就没有回她 然后她就觉得生气了 我方便问问 您从事什么职业啊 我之前是电键的行业 做那个变电站的 电厂 电厂 对 是不能带手机是吗 对 因为去 要去到施工现场 然后每天也有时候需要加班 就加班到很晚 就像有时候她给我发的消息 我没看到啊 我很晚去回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生气了 把我拉黑了这种 比如有一次吧 我在青海 她在沈阳 她知道了一些事情 然后跟我吵架 闹分手 最后也没有办法 请了半个月的假 从青海飞回沈阳来哄她 然后才好 我也不是说逼着她 说你非得回来 那你工作我肯定有理解 那当时不是那情况啊 就之前她出的女朋友挺多的嘛 然后给人感觉就是 不太专一 但是和我在一块之后 她就是挺诚恳的吧 跟我说 她之前都出过哪些女朋友 什么什么的 就说我所有的都跟你说了 然后我俩以后好好的 然后感觉当时态度挺诚恳 挺好的 然后等后来她毕业了 也去工作了 有次我就从别人口中知道 她之前出了一个女朋友 但是她这个女朋友没和我说 就交代的不够是吧 对 她就是欺骗的当时 我也没有说是故意地瞒着她 因为那个女生 我们互相大家都认识 然后觉得说出来 他们以后见面会很尴尬 然后当时也没有说 然后当她指导之后 我也跟她解释了这件事情 解释之后 然后我也是从青海 然后飞回沈阳 然后去哄她什么的 这样的事还多吗 多呀 我俩交往了一周年的时候吧 她又是朝礼宥跟我吵架 然后她说什么呀 就一周年那你也不记得呀 什么节日啊什么 你也不能在我身边 她就是耍自己的那个小脾气 然后当时她还特别过分 当时我俩吵架 然后她闺蜜还介入进来 就是闺蜜介入 对 就是她很生气 她在一边可能哭了什么的 然后她闺蜜就用她的手机 然后给我发着微信 就以她的口吻 当时我没有区分出来 是她的闺蜜 然后就一直说 坚决要分手啊 什么你不配啊 什么这些话 当时真的 我知道是她闺蜜之后 特别特别生气 然后就和她也吵 和她闺蜜也吵 那我闺蜜肯定是为我好 为我着想 看我自己在那边哭呢 然后就拿我手机和她说话 然后我也没在意 然后等我再发现 拿起手机的时候 就发现她就是在说我 而且说的都可过分了 她闺蜜就属于 在我俩之间 拱我的一个人物 她老认为我闺蜜 就拱我什么 那你平时自己做到了 那她能那样吗 而且人家当然是为我好啊 而且那次 就是因为我俩吵架 然后闺蜜就挺向着我了 然后她挺生气 她就给人家一个女生骂了 就说了 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也不能这样说我朋友啊 把你朋友骂了是吧 也没有骂 我就是说的 可能比较过分一些吧 就是我俩在这吵架 她闺蜜不劝和 反而在那劝分 就一直说一些很过分的话 然后当时就把电话 给她闺蜜打过去了 当时都在气头上 我可能认为说 过后认为 我对一个女生这样说 可能有些过分 我对她闺蜜不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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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再有点廣空 oga She bo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不是 你为什么要回 就是一个好奇心吗 如果微信有提示的话 他都不回我 APP没提示 他都上去回人家 对啊 就是不经意间看到了 看到了 然后我就回了一下 那个人说了句什么话 让你觉得好奇 是什么让你好奇 因为我朋友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管他要微信 他就说真的假的 就投像是吧 这事我现在想还挺生机的 他就总是不信任我 我就觉得这件事 我也特别生气 那你值得别人信任吗 你都这样啊 他要是信任我 他干嘛早就测试我 对吧 那你确实值得人家怀疑 你工作的时候 人家可以理解你的工作性质 但是你说我辞了工作了 我去读书或者怎么着 那中途休息我应该关心 所以女生是觉得被忽视了 是这意思吧 他所有的事情 都在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找一次以后 他总说我不理解他 他更小心眼 看到有人和我讲话 异性的朋友讲话什么的 他就直接给人家删了 我没有那么过分 是因为那次 就是他的那个闺蜜 然后找他出去玩 然后他当时微信告诉我的时候 说只有他和他的闺蜜出去玩 然后我跟他发视频 当时吃饭的时候 还有另外两个男生 然后当时我真的就特别省心 因为我在那边 也不能马上回来 然后我就跟他 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 然后他也不接 然后他就在吃饭 一直也不接我的电话 这会儿你怎么有时间打电话了 就是当时特别生气嘛 也不考虑那么多了 然后就一直给他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紧张的时候是有时间打的 是吧 因为看到他在和两男两女 在吃饭嘛 然后气得也不行了 然后就一直不停地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也是不接 当时那天是我过生日 那人家给我过个生日 那出去吃个饭 不很正常吗 又不是我单独和男生出去 那不还有别人吗 那你知道了之后 你还那样 就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就打电话 语气还特别冲 就是你赶紧回去 现在马上回去 别过生日了 回去吧 就是这个语气 我肯定不希望 他和他的那两个朋友 然后在那吃那顿饭 所以你那就是借口嘛 跟一个男同学出去吃顿饭 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 都是有时间回的 所以女生在是想分开是吧 我感觉也没有未来 以后他也是在他家那边工作 我还有一年毕业 这一年每天都持续这种情况的话 肯定是坚持不住的 不是 他在他家那边工作 什么意思 说了 你们俩还不是那个地方 对 你家哪儿的呀 我家内蒙古的 哦 家里也是希望我留在 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吗 父母 那就算了呗 为啥你不同意呢 两年多了 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这个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说了半年 这个熊就是 之前我俩逛街 他说挺喜欢的 所以说这次我就带来了 然后这个熊里 我还塞了一封信 就是当时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就是我希望 可能过了两年多了吧 就是两个人走了这么长时间 不要忘了自己在一起的时候的 那个初心 就是他写的一些话 那你给他看吧 这个好奇心哪儿 就想看哪儿 能吗 可以啊 你写的 这个作严老师给读一下啊 来来来 相遇不必太早 只要刚好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就像日出 日落 海涨 潮退 是那么自然的事情 哪怕你极力想要掩藏 可你温柔的眼神 早已照高天下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一辈子 我想和你两个人一起裹着暖 蓉蓉的毯子 开着空调 看催泪电影 我想和你 一起去爬很高的山 然后等日出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抱一抱 哇 哇 姑娘这是你写的啊 当时太幼稚了 不不不不 跟幼稚没关系 那真情啊 那是真的爱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情 不是你拿这个干嘛 就是说你 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的 那个美好吧 然后他总是想分手 彻底断了这份感情 那你忘了没 我没有忘 没忘为啥不接人的电话呀 为啥不给人回微信呀 没忘 可是他变了 为啥不关照 他不像以前那样 异地了 本来两个人离得就远 我不知道你在那边 都做什么 每时每刻都在干什么 然后跟你说话 你也不会回我 那我站在这边 肯定多想 没有安全感 行吧 怎么办呢 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